你们知道蓝战和魏无羡 就蓝忘记跟魏无羡 他们在剧组里面就很喜欢打闹嘛 当然 当然我不是很了解他们为什么 就感觉有什么好打的呢 然后我不是很了解 就他们两个只要一在现场 他们一对戏 他们两个就会就笑你知道吗 然后就开始打 我记得有一场戏 因为因为我本人不是那种 特别爱开玩笑 然后我又很认真 然后怎么说 怎么说都可能自己不是很聪明吧 就大家就喜欢开我玩笑 他们喜欢看我开玩我玩笑的反应嘛 你知道有一场戏是那个 是那个 我见到魏无羡 就是魏无羡走 我和蓝忘记去找他嘛 后来我见到他之后 不是拥抱他那场戏嘛 是这样 因为那天我们三个人在拍的时候 不知道他们两个 是戳到他们什么点 你知道吗 他们两个就 一开始拍他们两个不停的笑 就不停的笑 好像是因为我卡词了 然后他们就因为被get到那个点之后 就不停的笑 就拍一下 就这样笑你知道吗 后来我那天 就其实我那天压力还挺大的 就是我就怕 因为我老怕自己就是 诠释的不够好嘛 然后他们两个就笑 然后在我那天拍完之后 我就有点难过 然后我就我就我就 我就坐在一边 我就我就不说话 我就我就觉得 自己是不是演的不太好啊 自己是不是 还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好一点 是不是没有达到大家的要求 然后后来魏无羡他们就来看我 就说 哎江澄 你怎么不跟我们说话呀 我说是不是觉得挺像的 哈哈哈哈哈哈 吵啊 你怎么不跟我们说话呀 怎么了 然后然后我当时就 没事 我就没事 我就这样 然后他就说 然后他好像就感觉到 他可能以为我是因为他们两个老笑 嗯 然后生气了 你知道吗 然后最后那天收工回去 我就打开手机 突然发现有个群 你知道那个群叫什么吗 哥哥爱你群 哈哈哈哈 然后他们说 没有什么 江澄错了 江澄我们错了 我们不是故意的 我们不是有意的 我们错了好不好 原谅我们好不好 然后我说我没有生气 所以他们两个在楼梁 对 他们两个开了一个群 把我一群叫 哥哥爱你群 我说 我说我没有生气 我没有不开心 你们不要多想 然后我觉得很奇怪 然后后来我记得第二天 第二天我在化妆的时候 他们两个就这样 就到会他们就到化妆间 然后一眼买了个星巴克 我家的化妆就能看见 突然有个人在后面 就就梁光津他这样 拿了一个 拿了一个那个咖啡这样过来 打成了 然后就 然后就 然后我一圈也是后来 道歉 他还给了 给了 嗯 江澄别生气了 然后给了我一个 给我 给了我一个那个 三明治 好有爱哦 谢谢你 给大家真的关心得特别好